戒之二 戒之二后面是一个理想导体的薄片 那么告诉我们在入射坡的电场是这个 那么这个OREOI是它的amplitude 我们将会用这个E1plus来代表 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来代表 他说这个入射的电场给我们是这个值 这个值呢 你就要注意它 它是X polarization 它这个振幅呢 应该是个时数 这里括弧里头没有东西 除了T跟Z之外 没有其他的face angle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 它的initial face等于0的这个amplitude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一项写成cosine 科弧 Omega T-Kz 那现在我们把Omega提出来呢 就变成T-Z over Vp Vp是face velocity 那Omega over face velocity Kz就等于K 就是这个向常数 好 那么从第一个介质 垂直入射于第二个介质 也是一个介电值的后板 它的厚度是D 那么第三个介质是理想导体薄片 现在要求这些东西 第一个 在空气里面的反射波 然后这个 就是第一个介质里头的总波 路射波跟反射波是合 然后这个是transmitted wave 穿射波 它的总波 然后D呢 要求介质E里面的 power intensity the average value E就是要求第二个介质的 平均功率密度 F就是说 我们现在求出的E1ZT 是有这个介质的时候 如果这个介质不存在 它的这个 它的值还是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么问这个板的厚度 应该是多少 就是说 有它跟没有它 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厚度是多少 OK 好 做这个问题 我们就假设 第一区的总电场 跟总磁场的向量形态 是这个样子 这是标准形态 标准形态 X偏证 路射波的正幅 反射波的正幅 我们这里 还是暂时把它当作是一个 复数 那么H呢 就是根据E1 来求出来的 E1被A1ZT 不过 反射部分呢 要用个负号 用个负号 OK 好 这个要 一定要随时都写得出来 还有就是用它的反射系数 来 用反射系数来写这个式子 这个也要 也要 很熟悉 那么介质2的电场 跟总磁场呢 它的向量形态 就是这个样子 电场还是X-provisation 我们假设它是这个 那么它 向Z的正方向传播的正幅 这个是向Z副方向传播的正幅 这个负号表示 这个不是向Z的正方向传播 这个是正的 就表示这个是朝副方向传播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如果把这个当作入射波 这就是反射波 不过它 不那么单纯 它是一连串 一连串的这个 反射反射 而得到的这个 amplitude amplitude不是单独一 不是一个single value H2也是根据这个来做 不过你要注意后面这个要 成一个负号 那么我们把理想轻输薄片当作区域3 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这个区域的电场等于0 H场也跟着等于0 所以以上这些式子里面 有几个位置之材 这个我们可以由边界条件 求出 首先我们看 区域2跟区域3的边界 这个时候它的Z是等于低 你看在这里 区域2区域3 它的边界是Z等于低 在这个区域里面 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因为它是X分量 Xpolarization 所以它就是切线分量 它等于第三 在低的地方 E2要等于E3 但是E3是0 所以E2也必须等于0 于是我们把Z呢 等于低 带到这个实质里面去 就得到这样的实质 等于0 好这里就可以解除 第二区反射波 就像Z的副方向传播部分的 Ampitube 那么这个求出来以后 E2 minus 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实质 跟这个实质里面去 这两个 于是就可以得到E2跟H2 E2 H2 那么在区域1跟区域2的边界 那就是Z等于0 那就是Z等于0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戒指1跟戒指2 它的边界是在Z等于0之处 于是 电厂跟磁场 我们应该先说 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在0的地方 E1等于E2 于是这个分别带入 E1 这个带入E2 那带入E2 这就是E1 E1 E0 2就是这个 当这个Z等于0的时候 Z等于0的时候 你看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列出一个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列出 这样的一个数学式子 那我们令它叫做Equation A 好 那么磁场的切线分量 本来是 它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切线分量 会不会连续 就看你这个界面上面 有没有自由电流的表面 表面自由电流的密度 如果有的话 它不连续 没有的话 它就连续 那现在因为这两个界值 都是纯的界电值 它不导电的 所以呢 它不可能 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因此 这两个就相等 在X等于Z等于0的地方相等 于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带入H1 0带入H2 我们就得到这个Equation 好 这个Equation 你把这Exponential 这个可以变成1 对不对 这个变成1 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我们令它叫做 Equation 2 从这两个式子里面 我们把E1-先消掉 求出E2 Plus出来 求出E2 Plus 结果E2 就是这个跟这个加起来 被二除 那这个就是E2 那这个就是E2 OK 不过它这个 它这个分母 这个是时数 它告诉我们是时数 分母是一个虚数 所以我们到底什么值呢 我们应该要把它画成极座标形才可以 那个我们以后再画 好 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 总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这个是在 第一个介质 第一个介质 在这里 这里是0 好 那我们从0这里 往后退一个L远 就是负L的地方 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在第五章学过 它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介质的 固有主抗 这个是第二个介质 第二个介质 这是第一个介质 然后它的Z呢 都弄变成这个L 那么这个呢 是第二个介质 它的固有主抗 不是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第二个介质在这里 同样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第二个介质靠这个边界 就是Z等于0了 稍微偏一点点 这个地方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可以用前面这个式子 那就是现在由介质2 介质2跟介质3 两个来决定 于是它把这个1变成2 2就变成3 那么这个L就变成D 因为这个介面距离 导体界面是低远嘛 好 由这两个 主要是由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求 在介质1跟介质2的边界 在介质2这个地方 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是这个 然后我们知道 介质3是一个金属薄片 是理想导体的薄片 所以呢 它是理想导体 Ata3就是0 理想导体这个就是0 因此我们把0带进去 这个式子呢 就化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把sine over cosine 变成tangent 就是这个式子 OK 好 这个是Z to 0 那么我们以前学过 总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它在介面是相连续的 这是介质2跟介质1的介面 在Z等于0的地方是连续的 因此这个呢 我们算出来是Z to 0 它也等于Z1 0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求 介质1靠边界 这边界的地方 它的反射系数 是这个 over这个 那么我们把这个E1 那现在呢 这个是定义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求出来 它是Z2 over Z2 minus eta1 over Z2 plus eta1 这个Z2本来是应该Z1 但是Z2等于Z1 我们就写成Z2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带进来 这个值啊 带到这里 于是这个γ就变成这个值 OK 好 这个是一个幅数 我们要把它画成一个幅数 我们要把它画成一个幅数 它的极坐标形态 极坐标形态我们怎么画呢 那我们现在就 上下 E1 minus E1 E1 等于这个东西了 E1 minus E1 plus 负E1 plus 乘上这个 然后这个是个幅数 我们就把它画成直角形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它大小 大小平 它的平方叫这个平方开根号 然后这个是个phase 就是这个负的这个 over1 那么 我们 就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这个值 那分母也一样 分母就是差在这个地方 是正的而已 于是 这个约掉了 所以它的大小呢 就是1 就是负1 然后这个 乘上 E1 plus 这两个 合并就变成 负2 Octangent 这个值 好 这个 E1 minus 我们求出来了 好 E1 minus 求出来 本来是可以写成 这一部分的 单独写它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把 E1 plus minus 换成 E1 plus 的这个 带进去 它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就可以求出 第一区的 总电场 第一区 总坡的电场 就是real E1 这是 不是总坡 这个是 反射坡的 反射坡的 这个 斜正 实写形态 就是它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然后呢 把这个 带进来 带进来 OK 这个跟这个 合并了 好 然后这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 这样 因为 这个 这里就是把 这 Exponential的 三个 这个 次方 通通 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 取real 这个是 实数 这个也是实数 E1 plus 是实数 因为它题目 告诉我们 是实数了 那么 取real 的话呢 那就是 cosine的 这个 加 这是 它给我们的 它要我们 求的 但是它 给我们的 电场 是 这个形态 是这个形态 Omega 提出来 T减到 Z over face velocity 那现在呢 我们 也把这个 画一画 face velocity 还是Omega over beta1 呢 θ呢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一大堆 我们用一个 简单的 字母来代替 于是 E1 minus 的实斜 形态 就可以变成 这个 前面两项 提出 Omega 出来 就变成 T 加上 beta1 over Omega 就变成 face velocity 第一个阶子的 face velocity 的导数 好 变成 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们 现在这里 就是要求 total wave 好 incident wave 是这个 你看我已经把它 改成这样子了 E1 plus 是这样 那我们就把 E1 的 total wave 的 electric field 写成 这个形态 前面这个 是 E1 plus 后面这个 是E1 minus 然后E1 minus 我们不是 求出来了吗 就把它 带到这个 里头来 把E1 plus 提出来 就变成 这样子 于是 我们把 这个 一大堆的 东西 变成 theta 于是 这个 就比较 简单一点 表示 是这个样子 表示 就是 E1 E1 就是 总电厂 第一个阶子 总电厂的 向量 形态 好 它的 实斜 形态呢 我们就是 把 这个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这个 带进来 变成这样子 取实数 你把 j omega t 乘进来 然后取实数的话呢 你看这个 本来就是实数 实数 E1 plus 那就把它提出来了 这里面就变成 cos cos 因为 没有虚数 其他没有虚数 cos 我们画成 跟 这个形态 一样的 把 omega t 提出来 这一项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 两项 把 omega t 提出来 后面 这一项 摆在这里 这个就是 总波 第一区 总波 电厂的 实现形态 好 part c part c e2 plus 我们求出来 是这个东西 我们说 这个 是个 复数 以后要用到 它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把它 化成 由里 就是化成 一个 极坐标 形态 那我们就把 这个 先把它 把 exponential 这个 变成cos 减到 jsin 然后把 十数项 集合在一起 这个十数项 这是 虚数项 然后呢 我们可以求出来 它的值是这个 这个平方 加上这个 这一项的平方 开根号 就是大小 大小 然后呢 这个后面 就它的face face face呢 就是 这个 比较这个 负的这个 比较这个 那它是等于 这个值 OK 这用φ来表示 好 大小就是 我刚刚说的 这个 求出来 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加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于是可以 你把它展开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φ φ要沉进去 和φ φ呢 就 也是沉浸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大小 大小 分母的大小 然后这分母里面的 这个face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E2 这第二个介质的总波 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以后 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E2 plus 这E2 就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E2 plus 拿出来 这个里头的东西 里头的像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我就直接把这个乘到 每一个像里头去了 然后E2 的实斜形态 画出来 它就等于 实斜形态 这是E2的大小 就是这个 它的face已经不见 face都规定到这个里头去了 然后呢 它是exponential的形态 那就乘上一个 整个科乎 乘上取实数 取实数 那我们就 割cos 这也是cos 因为它里头 没有别的叙述 好 part D part D 现在要我们求E1 要我们求这个 Average Power Density of Medium 1 那它的是 二分之一 real E1 cross H1 star E1我们求出来了 H1就按照这个做 这里是符号 就变成正的 然后这里头呢 取它的complex conjugate 负的J 变成正J 负的变正的 正的就变负的 这个加个star OK 好 那么把这个 跟这一项 带到这里来 然后呢 带到这里来以后啊 我们可以把这一项 这一定是实数了 这个乘这个是实数了 就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 应该有个二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又漏了 应该有个二分 没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在这里 约掉了 后面约掉了 这里应该有二分之一 也没有约 所以这里有个二分之一啊 还是漏掉东西 好 那么 你看 这两个 我们画成cosin的话 这是cosin 减Jsine的这个角 再减掉一个cosin的这个角 加上Jsine这个角 coscos约掉了 J跟J呢 就变成两倍的J 所以是负两倍的J 这个是零 因为它取实数啊 取实数的话 这个J 这里只有虚数啊 所以是零 这个地方给它加一个二 OK A1加一个二 好 那么A2也是照办 A2 A2是这个H2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来做 最后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AZ CrossAX的AY 然后这个还存在 这个又没有消掉 这个要消掉 这个不 我把它变成这个 就可以等于的Space 结果我这个也没有去掉 这一项不要 就是变成这样子了 你看这里 H2 Star Star 它是负的变正的 这个正的变负的 E2就变成Star E2-也加一个Star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带到 Average power density of medium 2 它就E2 Cross H2 Star 那么我们把这个乘起来 AX Cross AY AZ AZ OK AZ 然后 over 2A 这是E2 Plus的平方 E2 Plus的平方 AX Cross AY AZ 没错 Real Real 我们就把 我们这里 它可以导出来 就变成 这个 就变成实数嘛 对不对 你这两项相成 以后 可以变成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去 不去做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把它取Real呢 取Real 那我们 就得到 负2 也是一样 J Sine Beta 这个是虚数 你要的是 实数 因此也是0 上一次就是这个地方 上一堂课 这里没有把它 把它变过来 就是 写漏了 好 现在如果要使得 第一区 就是我们算出来的第一区 总 总电厂 的实践形态 跟 没有这个介质 这是有介质2的 形态 跟 没有介质2的形态的 E温要 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 E温一定是这个东西 E3是0 好 在边界条件呢 这两个要 相等 在Z等于0的地方 因为第二个介质不见了 那第二个边界就变成第一个边界 因此 E1 minus 就 这个 这个 01 E1 minus 就变成 负的E1 plus 所以 E1 minus 就变成 这样 E1 minus OK 我们E1 plus 带进去 它本来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 OK 它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这里是E1 负E1 plus 这两个相等的话呢 这个是有介质存在的时候 这是没有介质存在的时候 这要相等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原来这个 指数啊 要等于0才可以 那么等于0呢 我们就画成这个式子 好 Tangent等于0 就是这个角度啊 必须是 π的 整数倍 π的整数倍 OK 好 因为D呢 厚度 一定是一个正值啊 所以我们是取正的 于是我们就求出来 电阶值层的厚度 应该是 这一层 这一层阶值里面 颇长一半的 整数倍 好 以上是我们 把 12 我们再讲一遍 好 这个地方呢 我是 本来 第一次都写对了 后来我 又把它改错掉了 那么 等等我们讲到 会告诉各位 好 现在有这么一个电厂 表示是这个 它有两个component 两个component 要 证明这个坡是一个 椭圆偏正 并求这个偏正椭圆的形状 假如我们不管它的形 就是说 不要画出它是什么 是怎么样的一个椭圆 只要知道它是椭圆就好 我们就用简易的判断就可以了 这个是 这种形态 我们现在可以把 这一项呢 就当作是 X component 大小 这一项当作Y component OK 好 那么 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笔值 我们以前就定义它叫做A 就是amplitude的笔值 如果E20跟E10不相等 它就说不等于E 等于E的话 它就是什么 是圆 它不等于E 然后它的phase difference phi减掉0 等于phi 它当然不是0 它已经写出了phi了 也不是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 如果phi是正的话呢 它就在以前我们画的一个大圆 负面画的一个圆 的上半部分 它是左旋的椭圆辨正 phi如果小于0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这个大圆的下半 下半圆 它是右旋的圆辨正 按照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但是如果要你画出它的椭圆的方 椭圆出来 你不要知道它的方程式 那么我们就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把Omega减Kz 当做是phi 这个我们用Ex来表示 这个括弧也不要 就是EY来表示 于是原来的这个式子 你把Omega t减Kz 变成phi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不说 它可以写成这两个component吗 那我们简单写就是 就是这个component 所以这个要等于这个 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一行等于这一行 那我们X分量跟X分量来看 EX 那等于E10sin5 所以EX的大小 就等于这个 EY的大小 就是看这两个 它是 因为它有这个值 我们先把这个值用 三角的幅数把它展 副角把它展开 那么 EY 这一项等于这个了 E 2O除过来 这里就剩下这个 于是展开变成这样子 现在把Sin5带进去 Sin5 是这个 Sin5 在这里 带进去 Cosin5 就是1-3平方φ 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 把 这个式子 现在我们有 有这样 你这个平方 跟这个 这个除过来平方 EX EO 就是我们 从这两个式子里面 我们可以画出来 它 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 式子 这样一个式子 OK 然后 我们再把它展开 变成这样子 展开 这个式子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 把这个 这一项跟这一项平方 放在一起 两倍的这个 在这里 然后 有一项这个 跟这个平方 乘上Sin平方 Posine 展开 展开变成这样子 OK 这已经 Sin平方 OK 这里有一项 这个平方 乘上它 跟这个平方 乘上这一项 就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所以剩下这个东西 在这里 它要等于 Sin平方 Posine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 把Sin平方 除过来 变成这样 这个式子 就是一个 椭圆方程 它长短轴 不在迪卡尔坐标的 水平轴 与垂直的 Y轴上面 你看它的 它是XY 这是X轴 这是Y轴 你看它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 我们把X轴 跟Y轴 就是这个坐标 逆时针方向 转到这里来 它就转到这边来 这个写成逆时针 逆时针 上次就是这一点 我后来给它改错了 就是看这个坐标 有时候 Prom跟没有Prom 有时候搞颠倒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 以这个 这个坐标系 上面 所列出来的 椭圆方程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 对不对 那这个要等于我们上面的话呢 要等于我们原来这个 等于这个值的话呢 那我们就对应相来比较 对应相比较 好 那么我们 等等 我们先把这个 这是新的坐标 Prom 那么E'跟 EXProm EYProm 跟EX跟EY 有这样的关系 这是根据旋转的 旋转的一个 matrix 然后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带到这里来 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 跟A4做一个比较 好 就得 这个 得这样的一个 还有 这一项 就这个加这个 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一项加这个 就等于 这个 因为 我们这里 有写啊 你看这个 over这个平方 有个sine平方φ 对不对 这里有个sine平方φ sine平方φ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就 还有 第三项 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这是比较出来的 我们解这个 FGH 就得 θ是这个 然后 长 θ 就是说你这个 要逆时针方向旋转 这个角度 长轴是这个 x轴 段轴是b轴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立体 好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第十四题 这是一个光纤 这个图啊 我们 光纤电缆 电缆里面 它有 好一束 好多好多个 个别的光纤 光纤都是透明的东西啊 那你光纤跟光纤 两个如果都是透明的 摆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坡啊 那这个坡啊 两个 如果这个旁边也是玻璃的话 这个坡 玻璃的话 那这个时候啊 它的波就跟整个都是一个玻璃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为了它不要跟旁边 它紧邻的一个光纤 互相干涉 就是它的波 跑到它那里去 它的波跑到这边来 于是呢 我们就外面 这是一个圆柱体了 包住一层 包住一层 叫做包层 包住一层东西 绝缘体 好这个 光纤的折射率是N1 包层的折射率是N2 最外边是空气的折射率 如果是 就是N0的话 N0空气就是1了 折射率1 好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 N1要大于N2 N1大于N2 将来光纤啊 从这里射向大折射率 射向小折射率的物体的时候啊 它就会产生全反射 所以这个 这个要比这个大 比这个小 N1要比N2大 N2要比N1小 好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要使摄像光纤 这个中心啊 一端表面的直舞光纤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它的Core 光纤的Core 它一端 就是它的端点 它的轴 这是它的轴线 对称轴 那么 入射线 如果经过对称轴 这一条线 我们就称它叫做 直舞光线 直舞光线 不经过这个就不叫直舞光线咯 我们希望 这个 直舞光线 借助 全部反射 这个不要 这个 多打的 全部反射 大概要打这个 这个字 这个选错 选到这个 没有消掉 反射 被局限在 光纤内 就是说 进去的光线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做全反射 于是就被局限在这个里头了 问它 这个角度 这个入射角 最大是多少 它可以 它可以很小 很小 很小 慢慢增加 这个都可以 比这个大就不可以了 它最大值 c大 是多大 然后这个c 要求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 n0 n1 跟n2 来表示 经过光线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了 这里 这里打漏了一个东西 这个称为 前面有一个 sine theta a sine thet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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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漏了 sine theta 在这里加一个 sine theta a OK 好 那么我们 再看第二个 如果告诉你这些值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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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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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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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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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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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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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有这个关系了 好,然后我们这个呢 就是看这个界面 也是用Snell's Law of Reflection 路色角θ 路色角是这个N1 sinθa N2 sinθ90度减θc 因为这是θc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个90度减θc 好 那我们现在这是sin90度减θc 就变成cosθc 然后把它画成sinθc 于是它就变成N1根号1解 sinθc是这个平方 就等于这个字 于是sinθa就等于N0除过来 等于根号N1平方减N2平方 于是我们就求出来 最大的路色角 直五光线的最大路色角 要等于这个值 好,part B part B现在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N2N2N1都是多少值啊 你就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带进去 N1是2,所以1.74 Oxide这个就等于0.986 所以它是80.4度 所以它最大值是这个 OK 好,那这个是第14个立体 那现在我们看第15个立体 立体第15 在界电值的界值内 传播的均匀平面波 电场是这个 告诉你了 电场是这个 它是什么 你看它有两个方向 可见它是一个平行边阵波 平行边阵波 现在要求这个波的频率 其波长 使界电池的界电场数是什么 求界电场数 说明这个波的边阵状态 是求对应 对应这个电场 它的这个 H的 我们说这个 不是,这个电场是这样子 我们看它的两个 它有两个component OK 我们要看它的偏证 就是要看它的 看它的两个component 好,现在我们看 Omega 从这里可以读出来 10的8次方 radian per second β 等于根号三分之一 radian per meter 好,它的 要求波长 对不对 跟频率 频率先波长 频率就是 Omega over 2π 那这个值大了 2乘3.146 有个radians 这么多hertz 波长呢 就是2π over beta 这个乘这个 等于这个值 好,我刚刚一开始有说过 你们做题目啊 像做这个 F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值出来了 当中这个都没有 Lamina 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出来了 这不好呢 你要把这个 什么值都带进去 你是要给别人看的 你考试的题目 你自己看嘛 你不要给老师看嘛 老师直接看这个就知道 好,β 要求β 要求界电值 界电常数 要怎么求呢 我们从β等于Omega 跟号μy的值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子 μ0,y0提出来 这个就是C分之1 这个μR等于1 非磁性物质 大概都是1 于是就更好 YR 那就可以求出这个界电常数 YR 它是等于βC overOmega的完全平方 然后这个完全平方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你看数字都带进去 完全平方 算出来等于3 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等于3 这是B 好,C 电场的向量形态 电场它告诉我们的 起初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个 这是顺时 顺时值 好,那我们把它的向量形态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 把共同向 Exponential J 负JZ over根号3 提出来 好,里头呢 我们就写 这个是它的amplitude amplitude的大小 amplitude phase 因为你要看它的正 看它的偏正状态 你要知道大小跟政府 好 提出来以后 后面的这个 政府的大小跟这个政府 跟它的initial phase initial phase 好,那么这个呢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initial phase是零啊 它就是Ex 你看它这个里头 就是2啊 2就是没有什么 initial phase 就是Ex 然后后面这个Ey呢 因为它后面有一项这个东西 负这个 这个exponential J 二分之π J二分之π 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应该这么写 这个不应该这么写 你改一下 把这个里头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不要 Ax不要 Ay不要 就这个加这个 要等于A成Exponential J data 这样才对 OK 这个就是跟 不是直接等于它了 就是这一项 加这一项 要等于这个 我们来判断 从这里来判断 A就是正伏的比 这里漏了一个东西 这里漏了一个东西 这个是 这是2 对的 这个是2 Ex就是2 Ey呢 是1的 Ey是1 Ex就是这个 Ey就是 就是1 1比2 1比2 最好就是 你这个地方写 我刚刚说 你这里 这一行要写什么 写这个 加这个 等于这个 你写过来的时候 直接就把 Ex用2代 Ey就用1代 等于这个东西 OK 这样子改完 然后 正伏的比是1分之1 Delta呢 2分之π减0 5y减5x减0 2分之π 那这个就是 左旋 椭圆偏正 是左旋的 椭圆偏正 OK 好 那么 我们看 戒指的固有主抗 因为要求 H厂的 邪正形态了 你有电厂 你现在求H厂 一定要知道 它的 ETA ETA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变成 根号 μ0 over Epsilon Zero 乘上μ 根号 μR over Epsilon R 那前面这个就 120排 后面这个就变成 Epsilon R分之1 OK Epsilon R求出来是3 所以 ETA 就是这个东西 ETA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你最好 有这个值 写这个值 然后再把它算出来 用数字来表示 它是多少多少欧姆 OK 这样比较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出 它的邪正形态 Real H的 向量形态 称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就是ETA1 ETA分之1 Real 这个值 减掉 就是这个就是 原来的HZ J Omega T 我们分别乘到两项里头去 变成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取Real 就是Cosine这个值 后面这个取Real 就是两倍的Cosine这个值 这Cosine 二分之π加这个 可以变成Sine 这个值 所以最后的 H的邪正形态 就是这个 不要忘记 它的 Ampitude 它的单位要写出来 OK 好 那么 这个例题 蛮长 我们大概 看看 这个例题蛮长的 我们就 下一次再讲好了 下一次再 下一次就是 我讲完这个题目以后 我们再做 复习 OK 再做复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